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尺寸确定 前面我们已经对 突轮机构的设计 首先是选定了 突轮机构的形式 那么选定之后 应该还要确定相应的 基本尺寸 比如像这个 机缘半径 包括滚子的半径 等等 那么这些尺寸确定之后 我们再进行的 运动规律的 推改运动规律的设计 那么运动规律设计之后 我们再根据运动规律 来设计突轮扩限 接下来我们就是 对这个突轮的基本尺寸 如何来确定基本尺寸 做一个讨论 那么突轮车的 这个机缘半径的确定 和这个突轮的传立性能 和机构的压力角有关 所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机构的 突轮机构的压力角 接下来我们再看 突轮机缘半径的确定 最后我们对突轮 滚子推杆的滚子半径的选择 以及平底推杆的 平底长度的确定 进行讨论 我们先来看 这个突轮机构的压力角 那么突轮机构中的 这个压力角的和传立性能的有关 那我们在现在呢 先来做一个呢 这个力的分析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构 我们仍然以这个肩底 推杆 盘性突轮机构的为例 因为我们做推杆的受力分析 以推杆为研究对象 这时候我们对突轮呢 只取它一部分 来进行研究 那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推杆和这个突轮呢 它的作用力是沿着呢 这个在不记忆摩擦的时候 它是沿着呢 这个法线方向 所以突轮的这个压力角呢 什么是突轮压力角的 这个和我们这个 连杆机构的压力角的 概念呢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不考虑 摩擦力和构建的重力 和惯性力的这个条件下 然后主动件呢 对从动件的作用力 以去作用点的速度方向 所加的锐角 那么对于这个 突轮机构来说 这个主动件呢 是突轮 对从动件的推杆作用力 它是过接触点的 共法线方向 这是不记摩擦的时候呢 它是过这个 共法线方向 那么与其作用点的速度方向呢 由于作用在这个推杆的尖顶处 所以尖顶这个推杆的运动方向呢 是沿着导路方向 所以这时候呢 形成的这个摩擦力呢 运动方向呢 和这个力的方向 所加的这个锐角呢 就是压力角 那么α就是它的这个压力角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呢 在考虑摩擦情况下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作用力呢 应该是 我们不计它的这个滚动摩擦 只考虑它的滑动摩擦 那这时候呢 这个力的作用力呢 应该与运动方向的 相对运动方向 乘90度的加败角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在G摩擦的时候呢 这个力呢 应该偏移这个 弓法线方向 偏移跟它败角 那么由于这个突轮呢 它是逆时方向转动 从一个推杆来说 它相对于这个 这个突轮来说啊 是向右的 那这时候相对方向呢 与这个运动方向 乘90度加败角呢 应该是偏移这个图式这个方向 所以这F呢 是考虑摩擦情况下 这时候它的受力 那么由于在这个力作用下呢 这个推杆呢 发生了这个偏转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 作用在推杆这个载荷呢 我们用G的话 那G时候呢 还有两个反力 那么由于这个导路呢 在两侧 分别在两侧 一个呢 在它的右侧 上面的右侧 一个在下面 下面的这个左侧 就要受到两个反力 那么这两个反力呢 它的方向呢 以运动方向 也是称的90度加败角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 因为 这时候呢 以 它的方向呢 以这个推杆运动方向向上的 所以这两个力呢 在这儿是一个 走抗力 阻止它来产生运动 那么这个 是两个分量 那么这两个力呢 也形成了一个6 来对跟 这个F对这个B点 所产生的 请翻力据 来进行的 这个平衡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导路的长度呢 我们就用L来表示 那这时候呢 它的悬臂 这个悬臂呢 就用B来表示 就用这个 肩顶到这个 第一个 这个反力的作用点 它的力弊 为B 那这时候呢 我们设这个 这个推杆的 这个尺寸呢 D 这个为D的话 就直径为D的话 那我们 现在来看 根据力的平衡条件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样一个力的关系 那么根据呢 我们取这个 推杆为研究对象 它所受到的 一个是F力 一个是J力 一个是F力 另外呢 还有两个生产 就是运动负的反力 一个是FRE FR 那这时候我们呢 再考虑呢 这个D 由于尺寸呢 D的这个尺寸比较小 所以我们忽略不尽 我们就可以得到 在X方向和Y方向 以及呢 扰着B一点的这个方向呢 我们扰着这个 力的这个力的方向 就是扰着这个 下面F1 作用点的这个力矩 我们可以得到 力矩的方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 这样三个方程 那么三个方程呢 我们把这个反力呢 给它消去 我们就可以的 得到一个关系式 得到关系式呢 就两个方 消去以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关系式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确定 突伦对推杆的 这个作用力 与这个 作用在这个 推杆上的 这个生产阻力啊 这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考虑摩擦情况下 那么机构的 受力的分析 这也是突伦机构的 受力分析 那么通过这个 力的分析呢 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个 α呢 在这儿属于呢 这个突伦的 突伦机构的 这个压力角 压力角 它是在不济摩擦情况下 那么驱动力 突伦对推杆作用力 与其作用点 速度的这个 方向 所加的这个位角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力的关系后呢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这个 突伦机构的压力角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